歡迎結局所定義新聞大白話 這一集要帶您看到的是 國際局勢 那麼加入我們的來賓 包括有退役少將 栗政傑 栗將軍 五安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午安 還有我們前駐紐大使借文 及借大使 五安 而且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以及我們的國際戰略學者 林玉芳 林瑋維 五安 大家好 好 我們今天要先帶大家 來看這美日台的新局勢 好 美中台的新局勢 現在會怎麼演變 尤其是今天兩岸的局勢 可以說是相當緊張 就在520之後 我們要帶您來看到的是 兩岸現在會不會硬碰硬 解放軍聯合力建 2024A演習地圖曝光 五大紅區企圖所使台灣 東部戰區的新聞發言人李希 就講到了 中國人民解放軍 東部戰區組織戰區的陸軍 空軍 海軍 火箭軍等兵力 為台海周邊展開了 聯合力建2024A演習 他說這是對台獨分裂勢力的 有力懲戒 只不過我們可以看到 這演習的區域 難道是意圖封倒嗎 這個部分等一下 我們會請立將軍 詳盡的幫我們說明 只不過我們要先帶您看到的是 共軍公布這一次的軍演 將動用哪些武器 揚言要劍與輕毒 那麼甚至他們拍出來的這些文宣 還用得像是繁體字 那麼也登上了微博熱搜 在東部戰區 位於台島周邊展開演習 熱門頭角也是 東部戰區位於台島周邊 進行聯合演訓 那麼甚至有人就是 hashtag 風火問警計畫 東部戰區的演習 甚至說解放軍為台島 北南東部展開聯合演訓來了 多練沒有壞處 圍著圍著就包圍了 只是我們帶您看到的是亞洲 現在是不是要變成火藥庫了呢 對台灣秀肌肉 福建艦改23號二次海試 有一個原因 僅隔兩周 外界預估這次的交管 跟大陸的第三艘航母 福建艦將進行第二次的海試有關 由於福建艦8日才完成首次海試 如果近日再進行海試的話 相隔時間算一算大概只有兩個星期 那麼中國跟柬埔寨大規模的軍演 美國也擔心北京南海擴軍 美方現在擔心的是 北京將以此幫助柬埔寨升級 改造位於泰國灣入口處的 雲壤海軍基地 擴大在南海的軍事存在 只不過那麼在美國這一邊 他們仍然就是不懼中共 揚言逮捕外國人 挑戰海警三號令線在印度挺菲律賓 艦隊在南海聯合軍演 由一艘導彈驅逐艦 一艘導彈護衛艦 跟一艘綜合補給艦組成的 印度海軍編隊 停靠在菲律賓首都的馬尼娜 那麼日美飛舊 旅送經濟走廊的構想 已經開始進行第一次的磋商了 相關人士透露 這一次的磋商 日美雙方表明了 圓建鐵路跟港灣的印象 更方認為 這今後還有必要繼續討論 可是外界就會說了 這美日是不是還想要繼續插手 你看到了在台灣520就職之後 大陸的大使批日被帶入火坑 日本嚴重抗議議員喊驅逐他 52030多位日本國會議員 來台諸和賴清德的總統就職典禮 大陸駐日大使吳江浩警告 如果日本將自己綁上分裂 中國的戰車 日本民眾將被帶入火坑 那麼512號日本內閣官方長官林方正就說了 日本已經正式提出抗議 大陸駐日本的大使吳江浩言論是極度不適當 日本眾議員松元人 521號也要求日本政府將吳江浩給驅逐出境 那麼連三天對美國發動反制 中國制裁12家美國的軍工企業實名高管 北京一連三天宣布以涉台因素 對美國發動了反制措施 只不過現在要來跟美國創反調還有誰 恐怕還有沙烏地阿拉伯了 因為美國到處樹敵 那麼現在因應擴展計畫 沙烏地阿拉伯集體下訂了105架空中巴士 A320neo 這樣的訂單讓沙烏地阿拉伯航空集團的空中巴士飛機 累積訂單已經來到了144架 A320neo系列的飛機這筆訂單是沙航79年歷史單筆最大筆的新機訂單 只不過有人就說了 沙烏地阿拉伯是不是冷落了這波音公司呢 他們簽署了一份空中巴士的巨額訂單 也是該國歷史上最大的飛機交易 就在2023年的3月 當時沙國的利亞德航空公司訂購了72架波音 然而這個命令都還沒有落實 現在傳出美國跟沙國將達成協議 促成以色列結束加薩戰爭以推動以沙建政 他們先後派布林肯蘇定文抵達了沙烏地阿拉伯 促進了沙烏地阿拉伯跟以色列的關係正常化 所以美國想要以此來促進沙以關係 是不是用沙國用停購波音來表達他們的不滿呢 我們現在也來看到今天在台海的緊張局勢 我們有請到立將軍來幫我們說明 我們要帶大家來看到的是 其實今天在台海的這張圖讓大家非常的緊張 立將軍我們這邊請 你可以幫我們講一下 這個聯合利劍我們把這個圖放大給大家看 很多人都很好奇 為什麼有些地方是虛線 有些地方是方塊實線 第一個我特別要說明 這次的這種軍事行動甚至於是比96年的飛彈危機 還有菲洛西來台還要更加嚴重 第一個我們看一下他也認得 聯合海空 他不是叫演習 他叫戰備警巡 戰備警巡的意義跟演習是完全不同的 就像是俄羅斯來講 然後他叫特別軍事行動 他不叫宣戰 第二個是奪取戰場的控制權 控制權是哪幾個控制權 就是自空自海自電磁權 這三個他都要奪取 第四個聯合今天要打擊要害的目標 講明的就是斬首作戰 或者攻擊我們的這種雷達機場等重要設施 然後機艦抵近台海周邊戰巡 現在好像已經證實了 已經抵近我們24海裡了 所以說後續來講會不會進入12海裡 有待觀察 我特別來講就這幾個目標來講 我跟大家結合剛才的文字部分 來做一個說明 第一個我們從北邊往南邊看 我們先講石塊的部分 這個區塊的演練代表什麼 第一個當然拒指日本或者是美國的 日本或者是美國的軍隊 像穿過宮古島來進入台灣海峽 對我們這邊來馳援 也就是拒指作戰 反潛入作戰 同時對我們台北來講的話 是一個攻擊的目標 他在這個位置來講的話 就很容易對我們台北要地來實施攻擊 然後第二個中間這一塊 大家看到他位在哪裡 可能大家距離覺得台灣還有距離 但是我提醒大家注意一個地方 澎湖 其實距離澎湖非常的近 澎湖有我們的空軍的這種天驅部隊 還有海軍的16艦隊在這個地方 歷史上面攻台必先攻澎 尤其是前兩天特別有一部電影 就是師郎收復台灣海戰的電影 就是目標就是澎湖 當澎湖一旦失守以後 我們台灣的前哨就沒有了 所以這一塊演習的區域 很明顯的就是針對澎湖 還有台南機場跟嘉義機場 那這一塊來講的話 就是針對高雄港 左營軍港 就是讓你的 所以我剛剛講的 這個奪取控制權 制海權 就是控制你左營的軍港 你的軍艦沒辦法從這裡出來 那這邊來講的話 就是拒止作戰 就是反制美軍從這邊進來 另外我們知道在台東來講的話 也有很多我們自己的這種 就是外援設施從這邊進來 大家記不記得前兩天有一些新聞 說突然在外海藍嶼地區發現 這個解放軍的直升機在這邊活動 可見他早就有這種準備了 這個演習活動 這個戰備緊急活動 絕對不是突然的 而是他分段已經都演練完了 只是把它綜合在一起 所以前兩天 大家聽到前兩天的新聞就可以了解 那時候說發現直升機 還有一次是說 這個解放軍的戰機在藍嶼外海 這個驅離美國的軍機 就是這塊地方 那這個地方更明顯了 這邊是花蓮 如果說我們戰時的話 如果美國要支援我們的話 勢必是從花蓮進來 除了軍事要從這邊進來之外 另外我們的所有的民生物資 包括石油 天然氣等各項設施 我們都希望從花蓮進來 另外花蓮來講的話 也是我們一個艦隊所在的位置 在那地方 還有我們花蓮加山基地 我們海空幾乎都是在它封鎖之下 那我其實特別敏感的 我覺得要特別好 這次很特別是一個東銀島 跟一個烏丘島 這兩個島是以前從來沒有在這邊 演練過任何軍事行動 那為什麼會突然冒出東銀跟烏丘 這個就已經不是是恫嚇性了 如果是恫嚇性 它只要在台海中線 或者是說巴士海峽或這邊來講 它這次特別很明顯的 這張圖不是我們台灣自己畫出來 是解放軍他們公佈 你看都是檢體 是公佈了還有這兩個地方 所以這個意義特別深刻 我特別解釋一下 東銀大家看一下位置在這邊 東銀是我們外島地區 最重要的一個離島 為什麼 因為東銀有我們的防空飛彈 還有我們的反艦飛彈 然後它跟這個 我們都知道在金山萬里那一帶 野柳那一帶 有我們的防空陣地 天空飛彈也在那邊 這兩個防空陣地 就像是牛的兩隻腳一樣對不對 你兩隻腳 兩隻腳互相保護我們的話 來講的話 這一段的海域跟空域來講的話 才是我們能夠確保 我們北部領空的一個安全 一旦這兩隻腳 就像牛的兩隻腳 被砍掉一隻以後 你剩下一隻腳來講的話 就變成一種真空 就很容易這邊來講的話 這邊的防空飛彈支援不到東銀 東銀的支援不到 北部地區的防空飛彈 所以說是非常危險 所以這是很明顯的 它是針對東銀的目標 就完全是軍事的一個演習目標 軍事一個作戰目標 而不是單純的恫嚇 那特別我要講烏丘 烏丘的部分 烏丘是什麼呢 烏丘大家看一下這個位置 這邊是金門 這邊是馬祖 烏丘孤懸於台海的中間 然後在這個地方 其實烏丘不大 烏丘老百姓也不多 守軍也不多 以往來講的話 象徵意義為大 那這次來講 我覺得他選定烏丘 當作一個海警 戰備警巡的一個位置 大家要知道 其實這個就很明顯的 政治含義很大 為什麼 一旦他奪取了烏丘之後 對我們台灣來講的話 我們老百姓 我們可能感覺上面 這種仇恨值沒那麼高 為什麼 因為我們沒有什麼親人 或誰在 除了一些守軍之外 我們沒有太多的親人 在那個地方 他如果說是直接攻擊台灣的話 可能會有炮彈或幹嘛 造成家毀人亡 那我們仇恨值會很高 可是烏丘對他來講 他沒有仇恨值 可是你賴靜澤 剛當選的第二天 第三天 第一個禮拜 你烏丘又丟掉一塊領土 那政治含義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我個人覺得是 東雲來講 反而大家不要小看這個地方 這兩個畫虛線的 他畫虛線的 而且來講的話 他來講 可能大家會覺得說 這個只有海警船 對不對 為什麼不是軍艦 不是飛機 我跟你講要拿烏丘的話 海警船就夠了 他直升機就直接下來了 他把你擋在這邊 直升機就直接降落在烏丘了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 另外他演習 我們剛剛看了那幾個圖 其實這個威嚇性也非常大 不管是殲20 或者是殲16炸彈卡車 另外一個讓我們特別注意到的 就是這個 就是071兩棲登陸艦 也就是他可以做兩棲登陸作戰 另外我還講的是 特別跟以前以往不一樣了 這次是陸 海 空 火箭軍 四個軍種一起聯合演習 以前大概就是一個軍種 或兩個軍種 這次為什麼加入陸軍 其實我覺得特別明顯 以前大概陸 海 空 火箭軍 都演習過 菲洛西那時候是導彈 經過我們台灣上空 這次為什麼加入火箭軍 是在這個地方 就是原火火炮系統 是他們的這種 可以直接射程到300公里 也就是他擺在福建沿海的話 直接攻擊我們台灣 西部海岸線的各項軍事設施 或者是說我們要後續注意 他陸軍有沒有演練 這個戰備疾運 上船作戰等等 國防部來講的話 現在來講還沒有講話 我希望國防部趕快對此 做出反應 提高警覺 好 稍待一會國防部 就要召開記者會來對外做說明了 我們要來請教一下 林立方委員 委員過去也在國防外交委員會 待了非常久一段時間 您又是怎麼看呢 我覺得最主要看他的演練的內容 不過我看了他這個圖 就是一個環島的 環繞著台灣 然後包含金門馬祖的 這樣的一個演習 這個就佩洛西的時候就是這樣子 對 九五九六的飛彈危機的時候 並沒有環島 他最主要還是打的是 台灣海峽 接近基隆跟高雄的那個目標 這個就跟佩洛西的差不多了 這個看起來就是滿嚴重的 現在觀察點 還有一個就是說 他會不會進行多廣火箭 跟彈道飛彈的這樣一個射擊 第二個 他射擊的時候 會不會穿越台灣的上空 穿越的程度 那個次數會比佩洛西來台灣的時候 更多還是更少 對 觀察點在這裡 但是我整體來講 我覺得他這次演練的項目 尤其我剛剛講的多廣火箭 然後所謂的彈道飛彈 飛越台灣的這些問題 我覺得佩洛西的時候有 來台灣的時候有 這次一定會有 而且我相信飛越台灣上空的 那個導彈跟佛劍 搞不好還超越佩洛西的時候 因為它一定要讓你有感 所以我們覺得危機 讓我們不喜歡危機的原因 就是危機就是通向戰爭 為什麼 就在危機是一連串的危機 中間當然有說當格 5年 10年 15年 20年也都有 但是他每一次在採取危機處理的時候 他做的手段一定要超越 上一次的危機處理 才會讓你有感 讓你印象深刻 如果他越打越弱 展現的項目越來越少 敏感度越來越低 那就沒有這種處理危機的效果 或者是沒有製造危機的效果了 所以我們觀察點 還是我剛剛講的那兩點 是 我們來問一下 那介大使那您又是怎麼看呢 我覺得這個 這個最主要 要看賴清德政府要怎麼回應 對 現在這個決定權 現在賴清德講完演講以後 對不對 那他就把球丟到大陸去了 大陸現在就軍演來回應 當然就是說 剛剛林委員講很清楚 要看他內容什麼樣情況 那不過這個整個 就是個大包圍的方式 對 大包圍 那就是基本上是等於說是把台灣團團圍住 他表示他有這個能力 那要看賴清德怎麼樣回應 當然賴清德如果說真的他有善意的話 那他有一種回應方式 那他再槓下去的話他有回應方式對不對 不過我是覺得就是說過去這個蔡英文的時候 他的方式就是說報憂 報喜不報憂對不對 最後飛彈從我們上面投飛過來他也不吭氣 然後日本人告訴我們我們才知道 他也可能用這種方式 不過到目前為止我看這個 怎麼講呢這個我們這個媒體 對 綠的媒體他報導的時候 就說大陸今天要怎麼樣如何如何 軍演如何 最後他的最後一段寫的是這樣寫的 他說 他說針對這項消息 PTT的鄉民也發文 這個發文議論質疑 質疑說520過了三天了 到現在才軍演有點太晚了 這個反應很奇怪 就反而說你大陸怎麼搞得過三天才軍演 對不對 你是怎麼回事 他說 而且他說演100次還是演 他就是演 他這個跟真打不一樣對不對 然後他還說 他說然後台股會創新高 而且越演越噴 你越演習台股會這樣 漲得更高 最後還有一個 他這個報紙這樣這樣寫的 是 他說這個是環島護台灣嗎 所以我不曉得 這個綠媒這樣子報導 不曉得是什麼心態 覺得還要再鬧大一點是不是 然後才有這個悲情意識對不對 這樣子2026才能夠大勝 2024才全台一心 支持賴清德連任 是不是這種 不過我只說一點 我好朋友張慶博士他說 他說2024A是什麼意思 對 他說2024 這個前面就不懂了 後面就A B C D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的話 是不是要長期就不斷的 只要台灣這個地方 賴清德每次有一些 這個台獨的堅決表現 是不是就軍演就不斷了 這個是值得我們很小心的 好 我們休息一下 廣告之後回來 帶您繼續討論